替代药材 第一章 无奈的寻药之旅 张浩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 日子过得平淡无奇 然而 一次意外的体检却让他的人生突然变得不再平静 医生告诉他 他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病 需要及时治疗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病需要的药材极其稀有 被称为仙草和神药 张浩四处打听 听说在城外的山村中 有一位神秘的老中医拥有这些珍惜药材 于是 他决定前往这座山村 希望能够得到治病的仙草和神药 第二章 遇见神秘老中医 经过几天的跋涉 张浩终于来到山村 找到了那位神秘的老中医 李医师 李医师住在一座古色古乡的中药堂里 年纪看起来已经很大 但眼神中却透着智慧的光芒 张浩迫不及待地向李医师说明来意 期望能够获得仙草和神药来治疗自己的病 然而 李医师听完后摇了摇头 说道 仙草和神药非常罕见 我这里没有 不过 我有一些效果相似的替代药材 虽然效果弱一些 但也能治好你的病 只是需要的时间会涨一些 而且价格不菲 张浩听后 心中一阵失望 但为了治病 他别无选择 只能点头同意 第三章 昂贵的治疗 李医师招呼他的秘书来 吩咐道 带他去交钱 然后找三太太拿药 秘书带着张浩来到一间房间 里面摆满了各种珍贵的药材 张浩看着这些药材 心中暗自感叹他们的珍贵和价格不菲 他按照秘书的指引 交了一大笔钱后 秘书便带他去见三太太 三太太是一位气质高雅的中年妇女 手中拿着一个精美的药盒 她微笑着对张浩说 这些药材虽然不是仙草和神药 但效果也非常好 你每天按时服用 耐心等待 病情一定会好转 第四章 耐心等待的日子 回到家后 张浩开始按照三太太的指示 每天按时服用这些药材 起初 他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效果 但他心中充满了希望 坚持着没有放弃 日子一天天过去 张浩的身体逐渐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 虽然效果并不像仙草和神药那样立竿见影 但他的病情确实在逐渐改善 张浩感到无比欣慰 决心继续坚持下去 第五章 意外的发现 某天 张浩在家中整理药材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 真正的仙草和神药并非世间所能寻得 致病之道在于心灵的平和与持之以恒 这句话让张浩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意识到 或许致病的关键并不在于那些稀有的药材 而在于自己对健康的坚持和对生活的热爱 第六章 身心的康复 张浩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不再过于依赖药材 而是注重日常的生活习惯和心理健康 他开始学习一些放松心情的方法 如冥想 太极拳等 让自己变得更加平和和放松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他的心情也变得愉快起来 最终 他的病情奇迹般的痊愈了 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不已 第七章 重新出发 张浩感激的回到山村 再次拜访了李医师 他感激的说 谢谢您 李医师 您给了我重获健康的希望 李医师微笑着点头 你能够理解治病的真谛 这才是最重要的 记住 健康的关键在于身心的和谐与平衡 张浩深深记住了这句话 心中充满了感恩和对未来的希望 他决心重新出发 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 第八章 幸福的生活 张浩回到城市 重新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 他不仅身体健康 还变得更加积极向上 他开始分享自己的经历 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 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榜样 某天 张浩在街上遇见了一位年轻人 年轻人焦急地问他 您知道哪里有仙草和神药吗 我的亲人病了 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治好他 张浩微笑着回答 治病之道 不仅仅在于药材 更在于心态的调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相信自己 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你一定能够找到治病的良方 年轻人感激地点头 离开时 张浩心中感到无比欣慰 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真正答案 并且将这份智慧传递给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这一刻 张浩感到无比幸福 因为他不仅战胜了疾病 还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这次开始吧 inclusoここ有数值的小词 给球资料资料的最后 对准备 您说未来的渠乱